北宽处表示 游客来到河滨岛公园 将不再只是细水 透过福岛提升了 环境友善餐饮 导入智慧观光 融入环境教育的元素 以深度漫游 来取代过路性质的行程 成为能够让基隆市民 感到骄傲的河滨岛公园 其实起初的话 我是先看到那个 就是可以来野餐 对然后后来发现到说 后早进这两个礼拜的时候 又他推出了这个岛屿生活节 然后就觉得 他发现到有很多很多的节目可以来 然后又还有市集 然后现在到现在的音乐会 那我是住在林口 那我是透过网路上看到 那我本身就 我跟他是喜欢户外活动 那又刚好这边很靠近海 然后又山景 就觉得很吸引我们来 嗯 是因为这样 体验气氛跟你想的一不一样 其实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很舒服 因为两年前的时候 我有来这边进海 当时这边还没有什么规划 就是还空空荡荡的 那经过两年之后 我觉得再来这边看到 我觉得让我有惊艳的感觉 嗯 真的真的很棒 这个带小孩子出来走走是不错的一个 嗯 休闲 对对对对 全家大小可以一起 在这时候大家聚一聚这样 我们今天大部分就是在走走晃晃 然后也有参加他们可能像是他们举办的这些 集点活动这样子 还有换到那个 还有毛巾 对就比较没有去玩水 我们今天就是不要走路地上 对自己来搭帐篷这样 对玩的人累 玩了水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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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 没有就带小朋友出来玩一玩 是是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活动就在海边 然后就是可以从事的事情很多 就是我除了逛一逛逛一逛吃一吃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到处去看一看 然後甚至還可以跳下去玩水 然後晚上又有這個音樂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就是 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有很多點可以去玩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像我知道基隆 就是前一陣子就是還蠻多那種 就是有一些藝術的活動 所以我有長期在關注基隆市政府 其實做了蠻多這方面的東西這樣 對 我覺得和平島公園 真的規劃的還不錯 對 真的 對 然後坐在沙灘上面聽音樂會的感覺 真的很放鬆 對 還有配合那個夕陽 對 對啊 而未來因應永續旅遊的趨勢跟理念 今年島嶼生活節以寮雨為主題 透過夜創音樂會 島嶼試騎 島嶼漂浮戶外SUP體驗 海洋攝影展 講座 地方小旅行 沉浸式旅遊多面向來串聯 記者黃日生 既用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